Hello大家好,我是Joman,又來到了我們每個禮拜,再到達冷知識的單元囉 那這一個禮拜呢,我們要探討的英雄就是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光之守衛喔 俗稱的光法,甘道夫,白法,阿伯,各種綽號喔 那其實他也算是在從前期,中期,後期都會一直陪伴著大家所走過來的一隻英雄 因為包括遠征的一個一波流啊,甚至是有一些人在經濟場也會把他擺上去喔 那他其實非常好用的一些技能,包括閃光暴啊,可以有致盲,有傷害 那光魂可以增加隊友的一個法術強度 還有另外一個他大絕其實也是蠻強大的 大絕也是我們這一個禮拜的單元所要特別來介紹的一個核心的課題之一喔 那可以讓他大絕動感光波啊,有點像是 我是覺得比較像龜派氣功啦,因為他有集氣喔 那你看在官方說明,他是說5秒的一個充能時間喔 很快速就衝起來了,有點興奮喔 沒有不是,反正就是5秒的時間,要5秒的時間 那在這5秒的時間當中,你先按下大絕,那他總共大概要唱5秒左右 那唱5秒左右,如果中間被英雄的技能,對方英雄的技能打斷 或者是你自己先看狀況先放出去的話呢 那通常這個,你中間被打斷的話傷害比較低啦 那如果最終有唱完的話,這傷害是很高的 如果搭配暴擊的話呢,像我這隻光之守衛已經上橙色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打到1萬4,1萬5的傷害,都是有機會的喔 如果加暴擊的話,是非常非常痛的喔 所以這一集,我們就來探討 動感光波,他的這個打出來的傷害跟他所充能的時間 泳唱的時間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是單純的一個線性的關係 還是說是一個非線性的關係喔 這個是,我們待會要來做一個傷害的測試 還有傷害的分析 但是最一開始呢,要來跟各位再次強調動感光波 他這個大絕的特性喔 他是可以被打斷的 但他所謂的打斷,並不是說傷害被沒收喔 大部分時間他被打斷,他的傷害都還是要打出去 就只是未充能完畢的一個傷害 包括了骷髏王的這個暈 你可以看到骷髏王暈了之後 傷害還是會打出來 還有包括了梅杜莎的石化 就算石化了,他的這個 光之所謂的大絕傷害還是會打出來 還有像是這個雙頭龍的冰凍喔 雙頭龍的冰凍喔 還是會讓光之所謂的大絕打出來 所以其實他還蠻強勢的一點是說呢 光之所謂一旦開始在湧唱他的動感光波的時候呢 你要嘛就是趕快趕快的把他給 把他給打斷,不要讓他湧唱 不然的話呢 你通常到他唱了3秒4秒之後 你再去把他打斷,他的傷害其實都已經是 蠻痛的了喔 那甚至是像人馬的一個衝刺 人馬的這個頂,你看頂到一個光之所謂 光之所謂在空中一個 旋轉跳躍,他還是繼續 他還是繼續在集氣喔 所以是很可怕的 他完全是不理人馬的一個衝刺 那唯一少數可以沒收光之所謂大絕的 幾種方法,第一個是你用這個 這個敵法或者是用這個 劍聖 他像敵法跳到光之所謂的後面 他大絕就是往後打 那如果是劍聖的話 他在旋轉的時候如果剛轉到光之所謂的另外一邊 那光之所謂的大絕往後打 而且剛剛好劍聖的這個 這一個旋風斬又是磨免的 那這個時候光之所謂的大絕就打不出傷害喔 那最後最為人所知道的一個沒收光之所謂的大絕的方法就是直接把他殺死 他湧唱技能 充能到一半的時候你直接把他殺掉 那就算前面唱了3秒4秒 這傷害會直接的沒收 好的那這邊簡單介紹完動感光波 他的一個大絕光之所謂的大絕的一個形式之後呢 我們馬上的要來探討一下動感光波 他的傷害跟充能時間是如何的來做計算的 好的各位那接下來要來講解一下 我們這一次是如何的來做測試來做統計 光之所謂的大絕喔 那其實我試了非常多種的方法 要去測試他的充能的秒數跟大絕打 因為大絕打算傷害你肉眼看得到 那他充能的秒數到底充了幾秒 這到底要來做定義啊 那後來我試了非常非常多種的辦法 最終找到一個我個人認為 最仔細的一個方法 就是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方法 現在可以看到 這一個Player 這一個Player是我們的QuickTime QuickTime Player 那這個Player的一個好處是 大家可以看到他左下角這邊是 1931F 他正常來說是幾分幾秒 那他可以來切到影格數 那切到影格數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可以最精準的去做計算喔 大家舉例來說好了 這一邊 假設啦 正常來說 我今天我要開始計算他大絕的時候 正常來說我其他的播放器 都只能從幾秒到幾秒 但是他最小單位就是一秒整 他沒有辦法到一秒點零一二 或是一秒點 他沒有辦法到到ms的等級 那剛剛好因為這個QuickTime Player 有到影格數的等級 所以說這個計算就可以到非常非常精準 我們先計算他司法的那一瞬間是多少影格 然後呢再去看司法打出來的結束的那一瞬間是多少影格 兩個相減再去除以他每秒的影格數就可以換算到他最精準的一個大絕充能的時間喔 那舉例來說好了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我的光法已經是大絕湧唱完畢了 我們這邊講一下我們的測試方法就是大 都是由光法去打這個骷髏王 一定要打同一隻英雄 不然你每次測試的傷害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英雄他的魔防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打同一隻英雄 每次都是打骷髏王 那我選骷髏王一來是 呃 可愛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骷髏王他的一些小招沒有一些陰記啊 不會去突然打斷打斷這一個光光法的一個大絕 所以沒有陰記沒有一些前置技能 好的 那對我們這邊來做計算的方式 並不是從他大絕點下去的那一瞬間 因為我後來發現他大絕你看喔 這邊大絕好了嘛 我點下去那一瞬間其實他還有一個前置的司法動作 他手還舉高高 然後說Oh you cannot pass 反正就是他想秀一下嘛 可能是個老頭 好那 這邊他開始計算衝能時間是 綠色框框出來這一瞬間 因為大家有今天就知道 綠色框框一出來的瞬間 你隨時想按就按 所以 一出來的這一瞬間呢 呃 我才算是他開始衝能 所以大家記得了 開始衝能時間是多少 1604個影格 1604這個影格 然後呢 這一次我是讓他大絕完整的唱完 我們可以看到 他完整的唱完之後呢 會到多少影格 這邊持續的 這邊稍微速度比較慢 好這邊打出來了 傷害打出來了 並不是傷害打出來了 那瞬間的那個影格 是綠色框框消失前的最後一刻 這邊 1917沒有綠色框框了 1916還有綠色框框 所以他打出來的那個影格的瞬間 是1916的這個影格 是每秒60個影格 通常有的錄影表演 也錄的是每秒30個影格 那比較高規格的話 是可以每秒到60個影格 所以每秒60個影格 然後我們總共有312個影格 312去除以60 總共是5.2秒 5.20它可以精準到小數點第二位都OK的 5.20秒 那5.20秒跟官方所提供的充能5秒 大概有一點點的落差 那後來一開始我也掙扎了很久 然後也計算了非常多 後來發現用5.20這個數字去做計算是最精準的 所以其實跟官方給的數據 多多少少有點出入 但是待會我會跟大家秀出來說 最終全部的數據是多少 所以發現5.20這個數字是稍微比較精準的 好的那我們再來看一次 如果是中間有打斷的這個傷害是如何來做計算的 好的各位那這邊來快速的再跟大家看一下 第二次的測試如何做測試 這邊我們只會各位示範兩次的測試 因為如果每次的測試手法都這樣一路數給大家看 大家保證睡著 那當然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這邊做計算了 那這邊第二次測試就是要測試 如果中間我是提早把大絕打出去 或是提早被打斷的話 這個傷害到底是多少 然後跟他充能時間秒數的關係又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一樣是格放到 他大絕要打出來的這一瞬間 這邊已經有大絕了 那這邊點下去我們從綠色觀光出來那邊開始算 這一邊 我們來倒帶一下 這一格還有 這一格還沒有綠色觀光 下一格就有綠色觀光 所以各位開始施法的時間是 1112個影格 1112這個影格 那我們快轉到他大絕打出去的那個影格 你看下一秒已經沒有綠色觀光 上一秒還有綠色觀光 所以是打出去的那一瞬間是 1218個影格 那1218扣掉一開始的 1112這個影格呢 大概是 這一個 106 106這個影格去除以每秒60個影格 所以總共充能了1.78秒 那1.78秒 這個時候呢 1.78秒這個數字我們要記起來 那同一時間呢 我們要去記出來打出來的傷害 22550的傷害 那1.78秒 你看喔 1.78秒去除以 我們全部 打出來的秒數 5.2嘛 1.78秒去除以5.2 大概是 充能了34.23%的時間 而打出來的傷害 2550大概是 最高傷害是 7.9 那2550去除以7.9 打出來的傷害大概是 32.28% 這基本上是大致上 成一個 幾乎是線性正比的一個關係 當然我們要 做更多更多的一次的測試 才能夠去 才能夠去 這樣子去做冰淨喔 好的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我們大量測試之後的一個結論 還有數據大概是多少 好的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析 我們最後做出來的統計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做的 測試的每一次的一個 包括影格傷害秒數 還有最後所做出來的一個 傷害分布的一個曲線 那來教大家怎麼看 可以看到我們 記不記得我們如果完整的 把大絕 充能完畢 湧唱完畢的話 大家一開始影格 1604 結束影格1916 這兩個影格相減 去除以60 我們得出它的秒數 5.2秒 這是完整的 那5.2秒 它完整的傷害是 7.9 這是不爆擊的傷害喔 那5.2秒 它秒數是完整的 百分之百的秒數 百分之百的傷害 那我們再去計算 每一個時間點被打斷 它所得到的傷害 秒數是多少 那舉剛剛第二個例子為例 大家記不記得 一開始的影格 112 然後結束影格 1218 這兩個相減 去除以60 大概是1.78秒 那打出來的傷害是2550 那1.78秒以充能5.2為完整來說 它大概充能了百分之多少的時間呢 大概充能了百分之三十四點二三的時間 而它所打出來的傷害 2550 去除以7900 它所打出來的傷害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二點二八的一個 一個傷害 那以此類推 去做大量的計算 一個一個影片去做影格到代重播相減計算 然後去做分析 最後我們得出了這一張傷害分佈的曲線 那基本上算是蠻漂亮的 大家學過統計學 這個算是蠻漂亮的 那X軸是永暢秒數 Y軸是傷害 什麼意思呢 每一個點點就是一個數據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的那個5.2秒的點點大概是這個點點 那它對上來的傷害大概是7900 以此類推 那去連成一直線去回推它的一個趨勢線 理論上我認為是線性的啦 只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多多少少還有誤差 有可能包括我們在影格錄影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影格的丟失 或者是在一些打出來上面 它可能不是完全的線性 它可能會有一個階梯狀的這樣上去 它可能自己本身的一個系統 一個設定 也不是完全線性的傷害 這個是 這個我們就無法得知了 那基本上 算是趨近於 趨近於線性的一個分佈 在這邊我們要講什麼結論 這邊結論就是豬喔 光之守衛 他是做多少功得多少事 就是 他並不會出現所謂功虧一虧的狀況 理論上是這樣 因為什麼意思呢 功虧一虧就是說 會不會我今天湧唱到最後一刻 假設他湧唱5.2秒 我湧唱到5.1秒的時候 哎呀這個時候被打斷 會不會這個時候我傷害很低啊 會不會跟5.2秒差非常非常多 結論是不會喔 我們做幾次測試之後呢 接近 基本上只要唱大概到5秒之後呢 他傷害都是接近百分之百的完整傷害 那當然你如果是被殺死了 另當別論 但是如果是被 暈跡或是被這些冰凍的技能所打斷的話 基本上傷害是都可以打出來的 那一開始的 誤差比較大 這個我想可能是因為 因為這個數字相對小啊 所以如果每個地方有誤差的話呢 他反映出來的誤差會相會稍微大一點點 那另外一個結論就是 今天你馬上放大絕嘛 馬上放大絕然後馬上 停止衝能 停止勇唱 馬上把大絕打出來 傷害也是超級低喔 所以各位能夠不要這樣就不要這樣 盡量讓他唱到1秒2秒之後 這個傷害 多多少少才會反映出來喔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測試最低是 0.05秒才多少影格 才3個影格 才3個影格 打出來什麼傷害 超難看98的傷害 那不要開玩笑 我們是不是都上橙色的英雄了 還打出這種不到100 100數字的傷害 超級悲劇 大概就打出1%左右的傷害齁 那結論就是說 基本上算是一個 光是所謂他的一個 一個永暢的秒數 跟他所打出來的傷害 是成一個線性的關係 就是說做多少 做多少功就得多少的一個傷害齁 那也希望藉由這個影片 大家可以對於光之所謂的一個大絕的一個迷思 能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以上是本週的赵塔倫知識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在我的頻道當中按下 訂閱的按鈕 我們每周六都會上傳新的 抵達倫知識 也歡迎各位如果有想要知道的 ices也可以來我的Fastbook粉絲頁公에게留言 那我們就下周見囉 掰掰 拜拜